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休斯頓論壇 今天來談談奧運 其實這個奧運金牌 當然美國現在是排名第一 這個體育大國 在這個中間我們在德州 其實德州拿金牌數 佔了美國奧運對頭拿金牌數三分之一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原來德州的選手這麼強 地結人民 可能地廣 地方大 我一個朋友開玩笑 說因為德州人比較不愛讀書 所以通常要跑去練體育 這當然是開玩笑話 不過這一次我們在休斯頓 其實出了兩位女將 兩個女冠軍 一個是在體操 一個是在游泳 兩位非常的有特別的地方 這個體操方面 這個叫做 兩位都 first name 都叫 Simon 一位是在Spring的 就在西北區的 這個Simon Biles 那個Simon Biles 是這個體操選手 他這次拿了好幾塊金牌 另外呢 在游泳這邊特別的 這個是從 Sugarland出來的 Sugarland在Sugarland念高中畢業 這個等於是 好像是我們鄰居的這個小女孩一樣 鄰居的女孩 對 他叫做這個Simon Biles 他這個獨特性在哪裡 他拿到了這個有史以來 這個美國這個非裔 就是黑人 女性黑人第一面 這個游泳的這個金牌 那這個意義在哪裡 因為剛才馬建前一段節目講過了 游泳是很貴的 那坦白說這個裡頭是有一個這個這個差距的 過去這個游泳根本是白人天下 我們看到Michael Phelps 什麼Anthony Irvin 全部都是一清一色的白人游泳池裡頭 黑人根本沒辦法進來的 這一次他拿了冠軍 可以說是打破這個形象 另外體操也一樣 體操其實也是非常花錢的 因為他必須要從小培養一路上來 這是這是不得了的 而且這兩個 你兩個都要從小很年輕就要開始去栽培他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呢 我從政治上來分析 反正三句話不理本行 我們一直會有這樣的成見 好像黑人只能打籃球 只能搞停進 只能跑步 對吧 有既定現象 好像覺得他別的他就不行了 這個就等於說 你黑人只能做某種工作 你不可能做另外某種工作 其實這兩個女孩子的成就說明什麼問題 只要有一定的經濟上的支持 他們是能夠有成就的 是 所以說為什麼要在社會上 在美國社會要解決 比如說犯罪問題 任何其他這樣的問題 如果說涉及到少數族裔的話 你手上看這個問題的根源是什麼 根源不是說他這種人種就會犯罪 不是的 如果他處於一種社會經濟地位 比較低的情況下 他所受到的教育就要受到影響 對不對 他所接觸的環境就要有影響 對吧 所以說整個是都很多都是跟 所以這就是經濟能力有關的 所以就是從所謂的叫做社會正義 就很多是因為社會的不公義不公平 才會造成了某些現象的發生 對別人的那個那個就是能力的阻礙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很多人對這個 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對吧 就是有那個反的意見 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那個大多數 其實這個政策當時起因在肯尼利總統說起因就這樣 因為黑人處於經濟社會比較低情況 你必須給他比如說一個小孩子 必須要有一個動力讓他能夠起來 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一個小孩子跟一個大人要看球賽 但是有個牆堵了 大人站著他能看得見 小孩子要怎麼辦 你要給他拿個凳子讓他站在凳子上 這個affirmative action等於是給他一個凳子 但是等他長高以後 你就可以把他拿掉 就不需要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Peter George 你是講到重點的 affirmative action 中文是什麼 對我們對很多我們華人新移民來說 為什麼會支持川普 就是講的affirmative action 說不公平 為什麼咱們華人的小孩 要比黑人跟墨西人的小孩的成績要高呢 是不是 這多不公平啊 為什麼要給這些弱勢的 所謂的轉型正義對不對 社會正義 為什麼要給他正義 我努力了上班 為什麼要分不得睡去支持這些窮人 對 他們自己不努力關我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但是今天他之所以會窮 可能就是因為社會的不正義所造成的 不是因為他努力不努力的問題 你如果他沒有機會去努力 對 這是關鍵的一點 那我跟講說咱們是移民 我們依據言為的不會 為什麼小孩那麼努力讀書 為什麼可以打工打兩三份工作 為了要支持我的啥 為什麼他們黑人老末不可以 為什麼他們都要犯罪 為什麼他就偷跟搶 為什麼 多不公平 我面試移民 為什麼我的成績要比他們好 但是這個是歷史的因素 人的行為 人的對自己 比如說我處於社會中什麼樣的態度 或者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或者我打不打兩份工 我不打兩份工 很多都是他自己的經歷包括他所成長的環境給造成的 而且很多人其實話說回來有些犯罪行為其實是一種對社會不公的一種反叛的做法 不是主要你給他機會 今天前半半的我們談了很多運動的奧運的體育的競技 我們現在講另外一個 competition 甚至於公開表態 笑的 笑的 他有聽他的話 他根本就不應該跟Hillary是相比定論的 為什麼還有人在支持他 為什麼還差 我們還有緊張 還有可能會贏 這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通常這種情況是在不成熟 新的民主國家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例如台灣 很好的 你剛剛講過社會正義對不對 民進黨受求就是轉型正義 現在上台之後 當初投票選給他們的 大家都是罵現任者很簡單 就在這裡罵歐巴馬 最簡單的 就是怪現任者嘛 把不滿情緒發在他上面 就像當初罵馬英九一樣 現在 你看看民進黨的民調 蔡英文 康文這些人 他們上台有事之事 早就在講說他們不可能會做得好的 因為他們這種競選方式 跟川普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Label label 就是造反 就革命啦 是紅衛兵的方式 然後呢 看他們現在做的實體是什麼 對 沒有一件能做好的 好 川普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社會正義轉生意 轉什麼 對 這個都是操縱在這個 政策跟這個權力在誰的手上 誰就來決定做什麼 是 來 皮特 所以皮特 不過你話說回來 川普還是有一大批 這個支持者 雖然他現在民調 現在看起來是很慘 對 而且呢 不過我們前面也提過 是讓共和黨裡頭很多人跳船 他們有自己的算計 對 他們自己的算計 不見得他真的那麼反對川普 而是說 你如果覺得 他們覺得說這個叫西瓜嘛 西瓜 西瓜派 就是說如果你選不上的話 我還是趕快 跑到另外一邊去吧 對 你個人個人有算盤的 因為他有一點 現在有一點什麼擔心呢 因為川普呢 可無遮膽 對啊 他講了很多 可無遮膽 對 可無遮膽 他講了很多他不應該說的話 那激化了一些選民 有些選民開始搖擺了 對吧 所以呢 現在是擔心什麼 因為現在國會選舉 也在同時要舉行嘛 就怕他會影響 國會共和黨人的 那個 總統輸了 連議員都輸了 沒錯 議會都輸了 現在有這樣一種擔心 所以這種擔心是 這個擔心就跟當初 當初這個 台灣的這個總統選舉 這個國民黨的選舉 擔心這個總統 總統選不好 連立法委員都選不好 結果事實是這樣子 他是整個都慘敗了 我想現在 現在共和黨內部也確實是這樣 不過坦白說 我個人來說 我基本上對於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哪一檔 我基本上抱持的是不信任態度 對 所以說 我覺得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 基本上他們講的都是一面的話 就是這樣 不管你今天是要畫大餅 製造美夢 還是要製造一個恐懼的一個氣氛 其實都是只講一邊 對 所以說我基本上對於這個政治人物 是抱持一個不信任的態度 應該對政治人物 應該一直抱著不信任態度 沒錯 為什麼 這樣的話呢 你才能夠一直保持對他的關注 對 但是在美國這種政治體制下 即使是川普被當選 不用害怕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他是一點都不presidential 他進到白宮 他就必須presidential 另外就是還有一個制衡問題 因為美國是三權分立的 國會會制衡他 如果你要太不presidential的話 你甚至出差錯的話 國會還有那個彈劾 那個機制站在裡面 對吧 所以說這個不要害 不要擔心 現在共和黨擔心什麼呢 就是擔心什麼 那個白宮也失去了 國會的裡面的 監督力量都沒有了 尤其是那個參議院的多數也失去了 就要贏了 還有Supreme Court 所有支持川普的支持者 一直提的就是說 我們不能讓Hillary贏 因為Hillary的話 他會指派更左傾 Liberal的這個Supreme Court Justice 因為這個最高等法院 只是由總統指派的 但是這個too bad Life is life That's right 因為如果說是Hillary 又當選就8年了 再12年的民主黨那個總統 他肯定要去指派那個 而且有可能 裡面還有民主黨傾向的那個 最高法院院長 會趁這個時候來退休 又給Hillary這個機會 來把Liberal過去 這個東西呢 我今天還跟一個同學講了 我說這個是Too bad You just unfortunate for 那個這個共和黨 對吧 說不定下次是共和黨 共和黨共和黨的在白宮 你也可能會出現這個情況 你把所有的那個 那個最高法院變成的多數是 那個conservative也有可能啊 對吧 只剩你現在運氣你太糟糕了而已 是吧 這是政治現實 你不能因為這個問題 這憲法是說的 總統提名的參議院任命 對吧 當然參議院可以你可以 這個我不願意 那個機會不太大 不太容易 參議院可以讓他逼得你老去提 比如說里根總統一九八萬人 提過一個最高法院 第一個不通過 第二個也不通過 第三個才通過 是 這種情況是有的 是吧 所以但是沒辦法 所以說最重要的 就是說不管哪一黨來當選 基本上這個美國的這個政治體制是存在的 對 那當然從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民主制度上的一些 我不敢講說這叫缺點 我稱它叫盲點 什麼盲點呢 我想我們廣告休息一下 繼續來討論